哈喽大家好呀我是小杂末 最新一期的联动角色海报彩蛋已经出来了 从场景布局来看的话 还有桌子上的薯片里的小屏幕细节 可以说是动漫里的经典名场面了 主要是为了躲遍监控的视野而将屏幕藏在薯片袋中 然后一手解放程式 一手键拿薯片的间隙写下罪犯的名字 由此可以推测出该房间的主人应该就是死亡笔记里的月神月的房间 再从一旁的椅子上面挂着的衣服来看 很明显是绿式来绿的衣服 所以这次联动角色的话应该是绿式 也刚好和此前那个联动视频的彩蛋相呼应 这么看来的话这次联动都是三个修计位 而关于精疲的话目前还没有任何消息 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死神刘克的时装了 至于联动角色的话 有人说是杰克 别人说是聂心 小伙伴们觉得哪个可能性更大呢 好了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 喜欢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